今天就研究一下徐英偉前局長辭職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,他出席洪維文斯坑的新入會林鄭月娥特首,一早說他對他很失望 我們首先去看看他的Facebook公眾那個,他有沒有宣布辭職呢? 還是沒有的,最新是1月9日,有沒有說什麼呢? 大致的內容就不講那麼詳細了,但他提及到他在營裏面6點起床做運動,保持體能 然後就開始閱讀和批閱文件,為出營後的會議工作做好準備 晚上就好好閱讀充實自己,深受啟發思考政策 他又提到其實當日是做到9點後才到場,10點後就回了政府總部繼續批閱文件 所以他逗留都不是很長時間而已,最多是1個小時而已 他說知識初步,確診後第一時間去特首報告,配合衛生防護中心去調查 好了,就這樣看,大家知道1月9日最後一個鐵文說他打算繼續工作 他亦都道歉了,說要出去之後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 所以他突然覺得很奇怪,那看看網上的人有什麼言論 幾人說是牽涉到民建聯的,為什麼呢? 我們看看1月1日,他又出席了民建聯30周年會議 他說他們兄弟姊妹,之前都說過了 除了因為局長以前是青年民建聯的副主席,以前是民建聯的成員 雖然民建聯同構情,但也沒用了,因為很多新聞都說 其實林鄭月娥打算罷免他,等中央同意 但現在說他辭職,可能他只是被辭職了,其實他辭職大家自己判斷一下 不過有一樣東西,我們應該不用他擔心的,就是他的生活不成問題 因為,根據新聞的報道,3月他沽了九龍塘高層三房單位,1450萬成交 帳面已經賺了557萬的了 另外,2017年他申報有5個物業的,所以他的生活絕對應該不成問題的 但這報道就行了,不過姊姊說,這個世界通常有肉弄性的出勢 遵從上你知,人才能永遠處處,天國更慾,我們都要悔究,再見 再見